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讲就是关于麻烦和懂事 我写过几篇文章 就是关于这个的就是都特别是欢迎 一篇文章叫 懂事或是深深的绝望 另外一篇文章呢 讲的是没有麻烦就没有关系 我相信就是很多中国人会对这个深有体会 中国是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奇怪的 一方面好像中国人是很愿意给别人填麻烦的人 说起来好像中国人是一个就是 说的夸张一点 我确实会认为甚至会说我们的人性会很有问题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到处都有毒 但是同时在这个亲密关系里头 在重要的关系里头 你会看到我们中国人也许是最不愿意麻烦别人的民族之一 当然这点上我们比不过日本 日本要比我们严重很多 最初要写这篇文章 就是因为要讨论日本的问题讨论出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 日本人是在不愿意麻烦 不敢麻烦别人这件事上绝对是登风造极 全世界我觉得绝对是第一 他们第一不会 如果他们第二的话就不会有第一了 他们到什么份上 甚至当他们自杀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麻烦别人 他们自杀的时候都会选好地点 选好时间 就是不要麻烦 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 比方说留下多少抚恤金什么的 要给别人就是这样子 那么日本一方面他是不敢麻烦别人 这个心理非常严重 同时日本我觉得孤独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日本的不敢麻烦别人的心理 那接着我们讲讲中国 我现在找了一个我的心理医生 那个我的心理医生是在那个国外的一个华人心理医生 那么有一次就是我就跟他讲到就是我的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是我在追一个女孩 因为现在我是单身 我在我追一个女孩的时候 就是给对方联系 比方联系就是一两次对方没理我 我就要等一等 就是好像让我连续发出那个信号 但是很不容易 后来我的心理医生就对我说 你好像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再给对方联系 你就是打搅了对方 他这样讲我就很有感觉 我说真的是这样子 那么当然接着这个心理医生问 那你觉得你这个从哪来 那我就当然就知道 这是在和我妈妈的关系这种来 这样来理解 所有的孩子最初都想肃无忌惮地伸展自己的手脚 那么但这样就需要一个茁壮的妈妈 因为一个茁壮的妈妈 她才能够耐得住孩子给她添麻烦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养一个活力四射的孩子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但是我的妈妈是严重的抑郁症 就是她如果她不能跟别人吵架 比方她一个给别人吵架 就跟她抗上一躺 她就不行了 就是我小时候 就是妈妈给我造成两个畅畅 第一个是她经常对我说 就是经常找我诉苦 找我讲就是我爷爷奶奶的事情 这得给我造成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妈妈会说 安静不要吵 我想这两个东西给我造成很大的部分 而且同时因为妈妈的自信能量很低 假如我是一个非常活泼 非常生动 不断伸展自己手脚的孩子 我就会给她造成很多麻烦 而且还不止这个 就是我们家小时候 在村里的地位很低 就是属于被我爷奶奶 就是攻击之后 结果在村里有被人歧视 而我爸妈都是好 所以会导致家里在村里地位也有的低 如果我们做孩子的 就是惹了祸 比方跟其他小孩打了架 那我父母要摆平这件事 可能对他们来就有些辛苦 所以他不仅希望 就是我们孩子在家里头是懂事的 他也希望我们在外面也不要 就是惹很多麻烦 所以我小时候是这种人 我在就是小学的时候 其实包括更小的时候 我其实不受别人气 别人如果攻击我 打我 或者我就会就是给对方打 如果对方想跟我骂架 我就给对方骂架 论骂架没人能骂得过我 我的嘴真的是毒得不得了 小时候 但是打架总是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攻击力出不来 一直到了小学五年级 突然有一天 就打架那个狠就是出来了 从此之后就变成就不受欺负了 那我讲这些故事就在讲 就是在我的家里头 就是我之所以不能够 就是持有这个麻烦哲学 就是不能够很好的去麻烦别人 比方对我来讲 向别人求助 过去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其实它是这样形成 那这样讲讲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思考 我们再这样来讲 麻烦是什么呢 如果我要麻烦别人 意味着我要向你发出渴望 链接的渴望 如果我把这个要跟你链接的渴望 事为事 要跟你添麻烦 我当然要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会导致什么结果 当然就不存在关系了 所以我会写了这篇文章叫 没有麻烦就没有关系 我相信持有这种麻烦哲学的人 简直是无计其数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比我这个严重的多多多 就是当年的杨丽娟事件 就是杨丽娟是刘德华的粉丝 他去就是带着他的爸爸 带着他的妈妈去香港追星 见刘德华 结果见了刘德华之后 就是他的父亲自杀了 他的父亲叫杨秦基 那么关于他们家的 就有大量的采访 就有很多事件 就是西门就讲这些事情 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讲的 杨丽娟的父亲 到了最好的朋友的家里 他都怎样 他都从来不坐沙发 都要拿一个小板凳 而且小板凳 似乎都不能够安稳地坐在上面 他只要坐 好像做一点点 他绝对不给对方添麻烦 对方要让他吃东西 喝东西非常非常困难 他最多只接受喝一杯水 你看这是关于怕麻烦哲学的一种 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是最多只给对方建立 就喝一杯水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就意味着你是一个很窄的人 就会意味着你是个很孤单的人 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孤零零的没有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怕麻烦 总是和孤单联系在一起 那当我这个怕麻烦的文章 写在就是网上之后 就结果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那么有很多网友 在下面留言说 自己从小就懂事都不得了 甚至经过父母的描述说 你九个月大的时候 打针你都会不哭 然后从记事起都会特别懂事 等我讲的是一个网友的故事 但是这样的人 无一例外都会讲到成年之后 就感觉到活得苦不堪念 为什么苦不堪念 因为这样的人通常 还有这么一种自我意向 其实这是窄来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会觉得自己 像是被笼罩在一个玻璃罩子里 当然说玻璃罩子 说的就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 似乎活在一个塑料薄膜里 他走得撑不破那个薄膜 因为如果他们持有 我跟别人建立关系 就是他跟别人挑麻烦 那么当然 你这个手脚就伸不出去 但是大家知道 手脚伸不出去 还不只是痛苦的原因 还意味着 当你的这个能量伸不出去 那会怎么样 实际上你当然无数次的发起渴望 想跟别人建立关系 但是因为你出不去 你的能量都会过来攻击你自己 所以你不仅孤独 你还有大量的自我攻击 大量的内耗 所以你很痛苦 所以我给持有怕麻烦哲学的人 强烈的建议 你们真的要学习 从这种哲学的走出来 怎么办 勇敢的去麻烦别人 而且要知道 就是麻烦别人 其实具有巨大的好处 那个美国的前总统肯尼迪 就是他就提出一个著名的这个说法 就是当然这不是他提出的 是一个就是那个美国的另外一个政客提出来 但是肯尼迪把他利用到非常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个政客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想让别人喜欢你 就求对方帮你一个忙 你这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就很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是觉得如果想让对方喜欢我 就不要给对方添麻烦 但是实际上的真正的哲学是 如果你想让别人喜欢你 就求对方帮你一个忙 为什么呢 就比方说 就就是假如我现在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在我作为政客的最初 我求选民帮我的忙 那选民就会觉得 他们和我的命运 因为他帮了我 我就欠他的 而且因为他帮了我 他就对我未来的命运 就有一种强烈的这种关注 那结果未来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很在乎 但是如果是我帮我作为一个政客 我帮了我的选民一个忙 那么选民就对我有内疚 这结果他们就更愿意把我帮助他们的事给忘掉 如果帮了他们很多忙 甚至他们就会觉得 我们欠这个家伙太多了 最好不要理他了 因为内疚感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世界的道理 经常是和我们表面上的道理是相反的 你越喜欢帮助别人 你会发现你经常是越是孤家寡人 而这种能够求助能够能够理直气壮下别人求助的人 反而经常朋友多得不得了 当然最好这两者是平衡的 就变成你既可以肆无忌惮的理直气壮下别人求助 同时你也是一个特别勇于助人的人 如果你这两个都具备 你的朋友一定是多得不得了 而且你事情做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适应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在这个就是外企里头做到就是最高层了 就是中国人总能做到最高层 当然在那个外企里头做到最高层 那么他就对我说 他说他很受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员工 就是华镇员工 在那个公司里面对老板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 他说老板都是很说话 我就问他你那怎么跟老板打交道的 结果他向我描述 我说原来你是这种感觉 后来我就向他描述 当我这个朋友是个女孩 我就对他说 你和这些人打交道都是这种感觉 我就描述这门 就到了他门口 光机一脚把门踹开 然后对他们说 混蛋出来帮我干活 这些混蛋们都屁垫屁垫出来帮你干活 当我这样一脚 他就狂笑 他说是这种感觉 但他就很难理解 为什么我这么理直气壮的找他们索取的时候 他们还这么愿意帮我的忙 后来我会这样来说的 我说在你这个公司里 因为他所工作的公司都是高科技公司 都是宅男 或者多数都是很宅的人 他们很孤单 他们很需要别人 把他们从孤独的世界就拉出来 然后和这个世界建立关系 但是他们自己做不到 而你肆无忌惮地去闯入他们的世界 把他们的世界打开 结果他们很高兴 而且除非像你这种人 才能把他们的世界打开 如果你是一个过于客气的人 比方像我这种你可能或者另外一种人 比较有礼貌的 你可能过去就这样敲门 逛逛逛 说老板可以进去吗 老板说忙着呢 不要理我 就我就是这种人 如果别人对我敲敲门 想跟我打交道 我通常会说忙着呢 别理我 但是如果你过去光机一跤 把他们的拆开了 然后对他说 混蛋出来帮我干活 他们反而有一种 有人和他在一起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是见到身边很多 所谓的成功人士具备这样的一种品质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我再讲的一个故事呢 是我在就是去南极的时候 在南就是在南极 因为去南极这个船票很贵啊 就是所以去船上基本上都是有钱人 那么结果有这样一个美女 这个美女他们家族 就是他们 他和他老公已经挣了十几个亿 结果他离婚的时候 就只拿了很少很少的财产 简直是不可思议少的那个财产 他就离婚 结果他在船上就不但地说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觉得自己是个非常非常高尚 非常非常有品德的人 然后那我说那你前夫是什么 他说我前夫叫做土匪 为什么一个高尚的人 要和一个土匪在一起 而且后来我还知道 原来他上船之前 就是我的一个粉丝 曾经建议他说 你长得这么美 你去追吴志宏吧 把吴志宏让你变成红嫂 因为据说吴志宏还是单身 结果他最初上船之前 带着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他上了船之后 看见吴志宏就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对他说 他说吴老师 你不过如此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别人把你夸得 跑得不得了 但在我眼里 你不过如此 我说那你觉得 我什么叫不过如此 他说你身上一点匪气都没有 他这样说我就大笑 我说你看 你找了一个有匪气的前夫 把你伤得这么深 你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结果呢 你看我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你觉得我身上也没有匪气 为什么匪气对你那么重要 他的说法是 男人有匪气才有力量 其实所谓的匪气 就是那个黑色的神明力 结果后来有一次 我就对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非要找 有匪气的男人 你就不能够活得有匪气一些了 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么高尚的人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开了个玩笑 我说你看你长得这么美 你得有点匪气 你得出去祸害社会 如果你不去祸害社会 男人怎么有机会 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这个解释给他 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释放 结果后来他就说 他要经常出去祸害社会 当然祸害社会这个词 是一种 我们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你我所知 这样的女孩 她不会去做一些 多么过分的事情 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她感觉她的能量就出来了 她可以和这个世界建立关系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谓的麻烦别人 祸害社会 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其实就是 你要把你的渴望伸出去 你要发出这个渴望的链接 这样一来 你才有机会和别人建立关系 那最后我再讲讲 所谓的懂事 就是所谓的怕麻烦 比方到了杨丽娟的父亲 那个地步 这意味着什么 心理学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叫依恋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每个孩子 在他们小的时候 都会因为和妈妈的关系 或者和第一养育者的关系 都会构建 形成一种 就依恋模式 那么依恋模式 分这么几种 第一种叫安全性依恋 安全性依恋是这样的 就比方我们设想 就是现在一个幼儿园 他就要放学了 然后妈妈们都过来 接自己的孩子 然后幼儿园 他们大门打开 妈妈进来找自己的孩子 安全性依恋的 就会张开双臂 就冲到妈妈那去 最后见到妈妈 就抱住妈妈 就扑向妈妈的怀里 这叫安全性依恋 那么还有叫回避性依恋 回避性依恋是这种情形 就是妈妈来了 但是孩子就像被看见一样 继续在玩 或者继续做自己 正在做的事情 就像他回避 和妈妈的建立关系 那么还有矛盾性依恋 就是他一会儿看看妈妈 一会儿又玩 一会儿看妈妈 一会儿又玩 他表现的 我既想玩 又想去建立找妈妈 那么还有叫 稳乱性依恋 就是在这三个 这个方式里头 不断的变换 没有一个稳定的模式 那么所谓的 超级窄 所谓的像不敢跟别人添麻烦 其实都是回避性依恋 那么当然回避性依恋的人 等你长大了 你建立不起亲密关系来 你建立不了一个饱满的世界 而且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不仅你的这个能量升不出去 你这个能量 它是不会消失的 而且它会反过来攻击你自己 所以你会活得苦不堪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我想大家能够知道 你的所谓的懂事 所谓的窄 所谓的怕麻烦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实际上你必须把手伸出去 这个世界才有机会 你必须把手伸出去 别人才有机会 我最喜欢的诗人叫卢米 他有一首诗是这样讲的 伸出双臂 如果你还渴望被拥抱的话 我想把卢米的这首诗 给我们所有人 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 这个伸出双臂 如果你还渴望北京报道的话 我一会儿去玩 我一会儿去玩 这 这是 我一会儿去玩 我就 把拳 我一会儿去玩